總編輯時間 歡迎您收看 我是呂寧思 南京疫情跨省傳播引發關注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 感染科主任張文宏 29號凌晨在微博表示 在外省市還沒有發現 脫離機場這條追蹤線路的無源頭 較多社區擴散病例 這就提示疫情尚在可控之中 南京的疫情會不會失控 或者繼續惡化呢 關鍵要看後續的一兩個星期的監測 各省市如果沒有發生 更多的二代與三代病例 那麼本輪疫情的規模 仍然會限制在南京市 南京目前這個階段 全民最需要的是冷靜 嚴格遵循防控策略 張文宏承認 注射疫苗後有機率感染 像這次南京 上次廣州 都有不少人注射疫苗之後感染的 但新冠的危害 可以通過疫苗的接種在短期內 通過人群免疫力的建立 降低至季節性流感的水準 如果不打疫苗的話 感染的人數可能會更多 最後張文宏總結說 經過的還不是最艱難的 更艱難的是需要長期 與病毒共存的智慧 世界上大多數的病毒學家都認可 這次的新冠是一個常駐病毒 要學會與之共存 南京疫情讓我們再次看到 病毒的無時不在 如何與病毒共存 各個國家都在做出自己的回答 中國曾經給出過一張漂亮的答卷 那麼南京疫情之後 一定會學習到更多 未來中國選擇的方式一定是 既保障與世界的命運共同體 實現與世界的互通 回歸正常的生活 同時又能夠保障國民免疫 對病毒的恐懼 中國應該有這樣的智慧 未來一定會找到長久的制勝之道 好 看看今天的重要新聞 第11任中國駐美國特命全權大使秦剛 28號抵達美國華盛頓旅行 他表示中美關係的大門已經打開 就不會關上 他將按照兩國元首今年除夕通話的精神 從美國各界架起溝通合作的橋樑 共同地推動中美關係 重回正常發展軌道 秦剛28號下午抵達位於華盛頓的 中國駐美大使官邸之後 立即會見了中美記者 他表示中美關係的大門已經打開 就不會關上 50年前 金星哥博士秘密訪華 扣開了中國的大門 當時啊 政治冷戰 中美兩國相互隔絕 富有遠見的金星哥博士 他不得不呢 以隱蔽的方式 取到他圖 前往中國 50年後的今天 我作為第十一任 中國駐美國大使 可以公開地踏上正途 直飛美國 時過境遷 令人感慨 我相信 中美關係的大門已經打開 就不會關上 這是世界潮流 是大勢所趨 民心所想 秦剛指出 今年世界正在經歷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美作為兩個不同歷史文化 不同社會制度 不同發展階段的兩個大國 正在進入新一輪 相互發現 認知和調適中 來尋求新時期 彼此相處之道 中美之間又站到了 一個新的緊要關頭 既面臨諸多的困難和挑戰 也有巨大的機遇和潛力 習近平主席說 逢山開道 遇水架橋 拜登總統說 凡事皆有可能 我將按照兩國元首 今年出席通話的精神 同美國各界架起溝通 合作的橋樑 維護中美關係的基礎 維護中美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 共同推動中美關係 重回正常發展軌道 讓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合縱共贏 和平共處的中美相處之道 有可能變成現實 在中文致詞結束之後 秦剛還用英文進行了 大約六分鐘的致詞 他駐越美國早日戰勝新冠疫情 目前拜登政府尚未宣布 下一任的駐華大使人選 但是外界普遍猜測 有近40年外交經驗的 哈佛大學教授伯恩斯 可能會成為拜登的駐華大使提名人 鳳凰衛視 王冰如 王天逸 華盛頓報導 中國行任駐美國大使秦剛 剛剛抵達華盛頓 就對兩國記者發表了講話 我想這更是對美國各界的講話 那麼這個講話的內容 和周邊的一些環境都是很友善的 我們看到大使官邸 不但有中國國旗 而且還有美國國旗 那麼我想說幾句觀感和分析 第一 這位新大使的講話 在目前的中美關係的氣氛之下 他顯得格外的罕見的 溫和與友善 那麼有些朋友把前幾天 另一位副外交部長痛批美國 壞事做絕 來相對比大使和謝副外長的講話 反差非常之大 其實這並不奇怪 這個大使到了對方的國家 通常發表一些友善的講話 就像美國大使到北京 對中國人民發表講話 這是一個慣例 那麼本身外交嘛 Diplomate 這種語言本身它就是交往和友善 這應該是外交語言的原本的定義 也可以說外交語言的回歸 那麼第二 這番講話 它和前幾天的天津會晤 沒有任何的因果關係 不管天津會晤到底是交風激烈 還是談得很深很透 都不會影響秦剛這次到美國 發表的這個講話內容 雖然秦剛也參加了王毅 在天津野生們的會面 但是秦剛是何時赴美 何時亮相 怎樣說話 說什麼話 那都已經是在天津會晤之前 很早的時間 應該說經過充分準備和安排的 第三 中國新任駐美大使到位了 那麼要看美國方面如何反應 美國駐華大使一直是缺位的 上一任駐華大使布萊斯塔德 他是2020年10月初離開北京的 現在已經將近10個月了 那麼我們再對比一下 另外兩個大國就是美俄關係 今年的3月份 由於美國制裁俄羅斯引發的 這個關係惡化 這個美國俄羅斯 互相都先後撤回了大使 那麼到了6月16號 普京和拜登峰會之後 雙方大使立即復位 空缺只有3個月 而美國呢 現在已經有10個月了 中國的大使呢 這個銜接基本上 相隔的時間很短 兩位大使 第四呢就是我想呢 中國新大使可以說任重道遠 要與美方各界接觸 開始呢 這個在這樣近非西比的環境 和氣氛中開展 有力有力有節的工作並不容易 而秦剛呢曾經多年擔任外交部的發言人 美國記者對他很熟悉 所以曾經打過交道的記者們 他們紛紛也發表他們自己的感受 和過去的經驗和印象 那麼第五呢 我想一個小結論就是 秦剛的講話顯示出 中方對於中美關係的真誠的意願 這也是外交使者的專業的范式 那麼在美方大使 其實沒有到位之際呢 中國大使很快銜接 也顯示出中方的真誠 同時呢也反映出 中方主動掌握進退 不想像以前那樣 與美國資諸比較 你來我往 可以說你出你的牌 我出我的牌 你有你的節奏 我有我的節奏 展現出外交的自主自信和自強的立場 那麼美方如何接待中國的新大使 對於中國大使秦剛的開場 來做怎樣的反應 特別是何時派選新任駐華大使呢 這則是判斷美方的博弈手法 和對中美關係如何處理的指標 質疑了吧 好 再看看另外也是涉及到中美關係 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汀 29號結束了 對越南的兩天正式訪問 這是拜登執政之後 首位美國的防長訪問越南 期間奧斯汀 歸見了越南的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 並且與越南國防部長 潘文江舉行了雙邊的會談 每月雙方表示 將繼續優先地加強處理 戰爭遺留問題 加強越美兩軍的防疫合作 以及幫助越南提高海上執法能力 美國防長奧斯汀 拜會的越南國家主席阮春福 阮春福表示 越南一直是美國為外交政策中的重要夥伴 身為越南國防安全委員會主席的阮春福說 將為兩國國防部加強合作創造便利 希望美國進一步深化與東盟的關係 越南非常期待在適當時候 迎接美國總統拜登和副總統哈里斯到訪 奧斯汀表示希望能見證越南的繁榮富強 並表示將與越南合作發展新冠疫苗 他提議未來將兩國全面夥伴關係 提升為戰略夥伴關係 奧斯汀到訪河內正值越南疫情嚴峻時刻 越南政府總理范明正在接見奧斯汀時 感謝美國援助的大批量新冠疫苗 希望美國繼續向越南提供疫苗 及生產技術轉讓 分享讓國產疫苗獲得全球認證的經驗 奧斯汀市在28日下午抵達河內 29日上午 越南國防部長潘文江在國防部 為奧斯汀舉行歡迎儀式 共同登上檢閱台 檢閱儀仗隊 這是奧斯汀上任美國防長以來 首次訪問越南 兩人之後舉行雙倍會談 潘文江表示 越美國防安全合作近來取得務實成果 越南高度評價美國協助越南 參與聯合國違和行動 培訓越南軍醫 提高越南海軍的海上執法能力 奧斯汀表示 美國將繼續與越南配合 開展越南邊河機場二二英排除項目等人道項目 奧斯汀還宣布 美國將向越南援助防疫設備 另外 雙方同意繼續優先加強 兩國軍醫在應對疫情的合作 同時相互了解各方在國防工業合作領域的需求與水平 7月是越美的建交越 這個月以來 兩國關係有很多進展 包括雙方在處理貨幣操縱問題達成協議 美國商務部決定不對越南採取任何貿易限制措施 美國向越南勸贈的300萬劑莫德納疫苗7月已運抵 美國向越南海軍警衛隊 捐贈的第二艘漢米爾敦級艦艇 早前已抵達牙莊 奧斯汀這次訪約還參觀了曾關押過美軍的河內火爐監獄 已故參議員2008年成為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麥凱恩 越戰期間也曾被關押在火爐監獄 奧斯汀還參觀了麥凱恩在河內的紀念碑 之後就結束了訪約行程 搭乘專機轉往菲律賓訪問 鳳凰衛視國防軟視藍音河內報導 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汀27日 在新加坡舉行的富勒敦講座上發表的釋華言論 中方多部門對此進行了回應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27日 在新加坡舉行的富勒敦講座上的涉華言論 中國駐新加坡使館發言人29日在聲明中指出 奧斯汀的言論顛倒黑白無中身有 目的還是為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服務 聲明表示奧斯汀聲稱要用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處理台灣問題 這一季具有欺騙性也十分狂妄傲慢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政策只有一個標準 一條底線 美方早已就台灣問題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中 做出了嚴肅政治承諾 如今卻公然違背這個承諾 立場公然倒退 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捍衛祖國主權安全 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堅定決心 無論美方打台灣牌還是新疆牌 結局都註定失敗 奧斯汀有關南海和中英關係的表態 則是為了挑撥中國同林國間的關係 中方在聲明中表示 希望美方放棄傲慢與偏見 停止充當攪事業 以更加謙虛的態度參與地區合作 中方不奢望美國為地區繁榮發展天才 但也不能容忍美國給這個地區添亂 針對近期美台勾連動作頻頻 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強調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美方言行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嚴重干涉中國內政 損害中國領土主權和安全利益 威脅台海地區和平穩定 中方堅決反對 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再次重申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堅決反對美國與中國台灣地區 開展任何形式的軍事聯繫 端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 停止向台獨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 民進黨當局妄圖以美謀獨 以武俱統只會把台灣民眾推向災難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在我看來 美國的國防部長這次的東南亞之行 發出的一些言論 基本上沒有太多的心意 他和拜登本人 拜登在英國在布魯塞爾 和他的盟國發表的這些聯合聲明 也包括早先和日本發表的聯合聲明 以及布林肯在各地 就中國的一些問題發表的講話 我想他們都統一的一個稿件 那麼中國各部門也越來越 升高了他們的批判 同時也是持得同樣的這樣的一種口吻 基本上從外交部到大使館 也是同樣的一個版本 這個用詞 那麼最重要的是要看 美國國防部長這次東南亞之行 他做了些什麼 這才值得中方警惕和提防 比如他在新加坡 在國際戰略論壇上 還有在這次的佛羅頓講座上 都發表他的言論 同時他在跟新加坡的國防部長 新加坡的總理具體的談到一些 新加坡和美國的軍事合作 我昨天已經說過了 F5戰機俱樂部 那麼現在剛剛過去兩天 他又到越南 越南提升和越南的關係 主要談到這樣幾點 一個是他們準備把戰略 把全面夥伴關係 提升到戰略夥伴關係 現在美國的新任駐越南大使還沒到位 這是他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提出來的 那麼同時兩國的國防部長還談到 他們對於南海穩定性安全性 美國要提供幫助 再有就是美國的防長和越南的防長 就他們各自的對華關係 進行了一些交換 我想在這方面 越南和中國的關係咱們就不用說 那麼他和美國的關係在不斷的發展當中 那麼對中國有什麼影響 他們用哪些動作在南海 美國要派這個什麼海岸警衛隊的船 幫助越南 這才是真正需要注意的 當然還有 這個美國的副國務卿 時代們訪問過蒙古之後 蒙古的外交部長馬上到北京 馬上到天津來訪問 和中國交流一下 美國在和蒙古的關係到底說了什麼 那麼這個之後呢 越南方面會不會有外交部長 或是高官到北京 在和北京和中國進行溝通呢 我想這才是這個中國周邊的盟國 應該互相之間溝通和互動的一個方式 好 現在請看鳳凰文視記者報道的 其他重要別的新聞休息 之後再回到總編輯時間 我們稍後再會 息一會兒 稍後再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吕宁斯 俄罗斯外交部长 李亚布科夫28号 在俄美日内瓦磋商之后 说美国在关于网络安全谈判中 试图只强调网络敲诈问题 而无视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关切 俄美战略稳定的磋商 于7月28号在日美瓦举行 双方在会谈中 还讨论了阿富汗的问题 俄方向美方通报了 俄罗斯总统阿富汗问题的 特别代表卡布洛夫 在莫斯科与阿富汗 伊斯兰共和国前总统卡尔扎伊 就促进塔利班部队 和民族和解相关的问题 进行了磋商 俄方还强调坚信 应当通过组建包括阿富汗所有的主要政治力量在内的 广泛的阿富汗过度的联盟国家的领导成 并实现阿富汗的稳定解决 阿富汗前总统也支持扩大三驾马车 继俄罗斯 美国 中国和巴基斯坦 为加速启动有意义的阿富汗内部的谈判 所做出的努力 俄方还指出 莫斯科形势的阿富汗磋商的参与者 可以在这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俄美双方的代表团 还对网络的安全进行了对话 俄方强调 在莫斯科感兴趣和希望处理的 所有俄美的广泛的分歧中 但是华盛顿只关注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网络的敲诈和对敲诈者的最终 俄方也希望美国人能够明白 需要对俄方就各种情况的呼吁 得到了回应之后 这也包括美国司法广辖区 对俄罗斯基础设施和俄国法人的攻击 这需要华盛顿对莫斯科的这些呼吁 做出理性的 具体的 以及专业的回应 但是目前还谈不上 在此领域达成任何有约束力的协议 在谈到就引渡网络犯罪 与美国所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时 李亚布科夫强调 莫斯科不会引渡俄罗斯的公民 这是一贯的原则性的立场 凤凰卫视卢宇光 引力于金纳 莫斯科报道 这个俄美战略对话 是6月16号 拜登和普京在日内马举行 俄美峰会之后 两位总统确立的 那么当时主要要有一种 可以预计性的稳定的关系 所以要确立这样的一个机制 进行磨合 那么当时主要受益者是欧洲 那么通过战略稳定对话 使得欧洲那边双方都放弃摩擦 放弃敌视 特别是放弃冲突 那么这次是俄罗斯的副外交部长 李亚布科夫和美国的常务副国务卿 Wendy Sherman在日内马开始谈判 那么谈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它是一个美额利益的交换场 就是你在欧洲 你出什么牌 我出什么牌 大家维持一种平衡 那么俄罗斯方面 他们战略家专家认为 要谈力量 谈钱 我们俄罗斯不如美国 但是我们俄罗斯能做的 你打什么牌 我打什么牌 你出什么 我出什么 你来挑衅我 我一定像镜子一样回击你 那么美国实际上需要在俄罗斯 需要俄罗斯在阿富汗的撤军方面 阿富汗中亚的稳定方面 在叙利亚 伊拉克撤军的方面要合作 但是俄罗斯说 你总是抓住我们的网络攻击 而且昨天拜登到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还放话说 如果你进行网络袭的话 可能引起我们真正的实战 俄罗斯这方面和美国就谈得不太好 但实际上他们之间是有交换的 看下去不会有大事 好 看看另一个新闻 那么到访科威特的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与科威特多名高层官员会面 布林肯29号正式展开 对科威特的访问 他在科威特议会议长 加尼姆的陪同下 参观科威特议会大楼 并与科威特哈米尔纳瓦夫首相 以及外交大臣爱哈迈德纳赛尔会面 讨论两国合作等问题 随后他与爱哈迈德纳赛尔 共同会见记者时提及多个国际议题 包括安置阿富汗翻译员 很多曾经替北约部队工作的阿富汗人 担心在美军完全撤出阿富汗之后 会遭到武装组织塔利班报复 此外布林肯又表示 美国已展现出重返伊核协议的意愿 现在这一切取决于伊朗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布林肯28号对印度进行 为期两天的访问 与印度的外交部长苏杰生 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 还有总理莫迪会晤 这是布林肯就任美国国务卿后 首次访问印度 也是拜登与1月上台后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 第三次访问印度 访问的主要重点是 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合作 抗击新冠疫情的双变合作 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 气候变化等 And Secretary Blinken and I the two of us we are actually meeting I think for the fourth time this year as foreign ministers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regularly review cooperation in different domains and keep our leaders apprised of the progress in our ties and that is exactly what we have done today whether it is responding to the COVID challenge cooperating on defense and security encourag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or expanding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I can say truly that there is much that has happened in 2021 印方感谢美方向印方提供 生产疫苗所需的原料 和感谢美方 在第二波疫情期间 向印方提供的支持和资助 据双方公布 在四方安全对话国机制下 两国致力于海上安全 反恐合作和增强基础设施 网络和数字技术领域的问题 抗议措施对于气候变化的行动 以及可靠的供应链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三月份访问了印度 而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 克里则与四月份访问了新德里 专家表示 布林肯的访问 主要是为了九月份 可能在美国举行的 四方安全对话国峰会 搭下基础 布林肯也宣布了 为印度的疫苗计划 提供2500万美元的增款资助 方黄卫史上进军 印度新德里采访报道 我们注意到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这是最多的高官访问的国家 就是印度 为什么这样呢 在四方会谈当中 澳大利亚 日本都是盟国 但是印度它只能成为准盟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 不断地要抓住印度 和印度加强关系 这个苏杰生刚访问过美国 布林肯又回访印度 就这么回事 好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 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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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